灣仔圍景酒店隔住客連續第三天 留在酒店接受隔離觀察 其中有酒店住客在分享網站YouTube上 尚栽了房間內的情況 看見房間一片凌亂 住客要自己洗衣和自製浪衣架 而早前出現疑似病症 送往醫院接受檢查的澳洲旅客 也在回到酒店後抱怨居住環境惡劣 昨天早上說他們沒有洗衣服 我只想兩衣服洗衣服